整個工廠地下有目前自己完成的大概是在到零肉排血的這個部分 這個部分都已經完成了高血水分 那從過去的一個自己增費大概是27億 那可能就是12.4公里 那99年到101年這個部分 血利品資源的增費大概有21億 那這個部分我們已經完成了瓜瓜的手續 畢竟我們已經開始做了 整個零肉排血的一個交流會有一點 到漬播鎂條這個部分 到101年會完成 那101年以後5公里這個部分呢 這個部分將來會激到1.5公里 總是因為是16億元 那這個部分有一部分你是在漬年100年度要做的話 從潮州到漬播鎂條這個部分 我們今年度已經辦理了 公立的證書這個都辦理完整 所以一年可以出 可以執行沒有問題 那請各位看這個表 這個表子整個一煙水的一個經費 95年到99 整個零公建政處 在東南西所辦的一些經費大概是15年5億元 那我們再回到這個部分 我們在綁區這個部分 這一次可以看到就是說 整個煙水的原因就是說 中港氣本身的外水會拆超 因為這裡的機房 限管的運動排水跟中央管的一個中港氣這個部分 因為外水會拆超的話 從這個缺口灌進來 那水煙的這個激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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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部分整個設計抽水量是97MS 那它的設計內容是單來的3CM的一個抽水技術 整個開設路營也要擺散 要擺散的9分子來配合抽水量的一個抽牌 那這個部分已經開始在辦理8包作業 大概我們預定99年12月之後可以開工 那廣告日期是定在100年的12月10號 那整個港氣中我們來看 這個水下來有部分會流到烏龍這個部分 那烏龍這個部分 我們也是有一個抽水量的一個數字 整個抽水量是87MS 那整工的機會是9500多萬 一樣我們預定的開工時間是990年12月10號 那這個部分本身 這邊都已經完成了一個設計的一個階段 那準備辦理花包 整標期完後大概12月10號 對 來 profit